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Siri 今天我们如期而至来做Sonia G家的刷子分享测评 今天我们主要针对他们家的眼部刷 他们家的面部刷我也陆陆续续收了一些 如果你对面部刷有什么好奇跟想法的话 首先你可以看我之前有出过一部分 它那个Fusion Series,也就是液体高体化妆品 主要是底妆产品的一套面部刷子的测评 你可以往前翻 还有就是其他的呢,我们可以留在下一期再来说 今天主要来盘一盘它所有的眼部刷 你看到了,我这个桶子里面装着大概19只他们家的刷子 而且分类也很明显 这一格里面装着他们家经典的粗杆,红粗杆系列 这里面装着5把,他们家的蓝细杆 这是一套叫做Sky Eye Set 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家红细杆的这个一套 也是5把,叫做Pro Eye Set 是这样子的三大类刷子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它这些刷子的一个命名跟每一把刷子的长相 我就给大家念一遍哈 从这个基础系列开始 你会看到我们有Worker这个小组 里面有1,2,3这三把刷子 其实Worker 1和2是一模一样的刷型 只是一个是染色的羊毛,一个是未染色的 Worker 3会薄一些,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接着我们粗杆会有Builder Builder呢,它有1,2,3一样的 1呢,是一个像小胖子一样特别的有意思的一个形状 Builder 2呢,就是一个拇指夹盖一样的刷子 Builder 3呢,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扁平的铺色刷 然后接着会有Pencil Pencil本身会有一和二,我这里只有二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尖锥形的小刷子 那么Smudger也是一样的,有一和二 我手上有二,它是一个 Smudge本身的意思就是去蹭 它就是画一个眼尾的小烟熏 下眼瞼的小烟熏这样子的一种刷子 那么这个是我手上有的粗杆系列 那么我马上可以把它整个搬到Pro这边 因为Pro的命名是完全跟着粗杆来的 Pro里面五把,首先就是Worker Pro 刚刚粗杆那边有123,这里有个Worker Pro 然后会有Builder Pro 然后会有Pencil Pro 其实这个Pencil Pro跟Pencil 2比起来就是它更小一些 接着呢会有Crees Pro 刚刚粗杆里面我没有提到Crees 是因为Crees 1,2我都没有收 接着还有就叫做Blender Pro Blender很直接了当就是晕染啊混合的一个刷型 然后你会看到它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再来我们来到Sky这边 Sky的命名就稍微要繁琐跟就是不规律一些了 来说它规律的部分 它里面有一把Classic Crease 是针对刚刚的Crees一小组的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这种火苗型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Jumbo Blender 也是一个超厚超像一个长面包型的一个晕染刷 然后剩下的三把Sky的刷子 就是完全跟刚刚基础红杆也好 Pro红杆也好 完全脱离的命名方式 有这一把Soft Shader 所谓的铺色 但是这个铺色刷就是又细而又长的 然后Flat Definer 更小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刷子 最后是一个mini Booster 它长得有一点点像眼窝那种火苗刷 但是这一把真的是我拿来做眼味加深 最爱用的一个刷子 当然了这里还有一把叫做Detail Pro Sonia记说这个是介于面部和眼部之间的一个刷子 我们待会儿细细来聊它到底是什么 那好了看完这个概述 我来安排一下今天视频的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我给大家展示红粗感这些系列 这几把有八把刷子的一个上演的过程 以及我对它们的测评 第二大部分呢 我就把Sky Set跟Pro Set 两边一边一只眼 让你去体会和感受这两个套组的一个区别 跟它们本身的一些特点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红粗感的这个盘点环节 粗感系列我们用到的眼影盘 是Palmograph九代乌托邦之梦这一盘 我会用到盘里面烟粉色这一颗来打底 右边用Worker 2来上 你会看到这个刷子它上色的这个效率是比较不错的 再到左边眼镜我们用到Worker 3整个就是薄一半了吧 我觉得它这个看上去 就会发现这把刷子它会更精准一些 包括你从双眼皮缝隙开始往外晕 所以我觉得Worker 3可能比较适合 特别是你眉眼间去比较窄的女生 然后以及喜欢比较淡的效果 下一步加深我会用到这个Builder里面 首先是Builder 2像指甲盖一样的这个刷子 我们用它的这个侧面跟顶部来给眼尾到V做一个勾勒 不仅用这把刷子是铺这个深色 也可以拿它在上面稍作晕染 因为它毕竟毛量比较多 然后左边眼睛的眼尾的加深色 我就用Pencil 2来做 它这个尖椎圆椎窝窝窝头形状 比较适合眼尾这么一点点的三角区 这个小刷子的刷毛不是非常长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把这个颜色扑下去 这个形状是比较完美的 因为它的刷子的形状本身 它没有什么晕染功能在我的眼睛上面 这是Pencil 2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Builder 2跟Pencil 2 它们自身可以把颜色给上上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晕染功力欠佳 所以我现在回到刚刚的Worker来做晕染 好的接着我要用到Builder 1和3 这两个很像是去按压亮片的刷子 去上眼中的比较漂亮的亮色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Builder 1 它这个小尖锥胖子 是为何我如此喜欢它 就是它会很容易去剥开这种 已经有点hard paint的亮色 然后你看这个刷子上面 刚取了多少下来全部都上眼了 我根本不会吃掉这个东西 这个Builder 1的顶部呢 你还可以控制一下外面这个弧度 就是亮片的外边缘 左边这只眼睛用到Builder 3 这个非常经典的扁平刷子 有点像Mac的239 这个眼尾眼中的亮片上完了 我们来接着上眼头的提亮色吧 我们先用这边用Pencil 2 来上里面的一个鹅乱黄紫色闪片 你看Pencil 2也可以做这个眼头的这种点缀 一点点上去这样子 今天就没有在管眼妆有没有美了 我纯粹就是一步一步 给大家尽可能展示这些刷子的多功能 然后左边眼睛我们就回到这个胖子Builder 1 非常厉害剥亮片粘亮片的这一把 来上我们这边眼头的这个亮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用Builder 1来上这个亮片 一样就还是立马就粘上去了非常多 而且它的顶部呢 这种扁平刷型的顶部 就很适合把这个眼窝的 这个内眼窝线给打开 你知道吗 就像截断的内根线一样 九代的这个亮片实在太掉了 我现在鼻梁鼓上全都是 然后我们基础线里面还有什么刷子没用到呢 就是这个Smoder 2 很适合来给我们下眼简来做一个动作了 我们看这个下眼简Smoder是不是非常方便 完全就是贴着你的下眼简去上的这个色 我们这边的下眼简呢 我们用Pencil吧 Pencil也应该 理因也应该要有这个小效果 因为是一个细节的部分 那这个的尺寸肯定比Smoder大多了 所以还是得小心一点 然后我们最后可以来画个眼线 这里面比较适合画眼线 还是Smoder跟 我甚至在想Builder 1的这个顶部 你知道吧 因为它们都这种尖尖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还不错 还行 好的 我们画了一个很疯狂的眼妆 其实这个眼妆本身好不好看 已经无所谓了 我们主要是为了测试出这八把 Fundamental就基础线的这个刷子的功能 功效性 多功能性 那么现在我把大家说到正常的范围 然后来简单讨论一下我们的一个感受 在Worker暈染这个系列里面 我绝对推荐大家Worker 1或者2去买一把 它们俩不仅是打底刷 也是后续的暈染刷 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后面包型的这种暈染刷 我相信这个是Sonia的 它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Builder里面 我只推荐大家去试试这个Builder 1 就是我给大家说这个小胖子好神奇 拨开你硬盘的这种变色笼 然后什么这种烤粉色 粘亮片能力超好 更不要说我们其实可以偷偷的拿它这个顶部去画眼线 虽然说这个眼线有点粗广 但我相信如果你的手法更细腻 比我今天更耐心 更用心 更细致的话 这个顶部拿去画眼线绝对可以的 就是完全完全OK 因为它跟这个Smugger的这个刷型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什么这种小胖子的感觉 你知道管口粗粗的 然后顶部一下变得特别尖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Smugger也是一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Smugger就是它真的还蛮好用的 特别是你看到下眼简画的跟这个画眼线 所以它的功能也是比较多 Builder里面的二和三呢 二是我最不懂的这一把刷子 我觉得这个刷子拇指甲盖一般的就是厚重 然后你要拿它去眼尾铺色 感觉就是色块立马变很大 然后你要拿它晕染吗 它有毛但是它不够长 所以它也不够灵动 就根本也晕不开 我就不知道这个刷子拿来做什么 谁有Builder 2 然后把这把刷子用好了的 请你跟我说一下怎么用 Builder 3我觉得太常见了 就不一定要买那个Sonia这一把 因为它有一把Pencil 2 我觉得这个刷型很好 就是它这个尖锥形 窝窝头型比较不错 但是我个人就连我的眼睛算是个中等的size 就是大小 我觉得它有点大了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笨重 那么等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到Pro Eye里面的那个Pencil Pro 一模一样的窝窝头 但那个小一些就会更加好用 是这样子 来展示Pro Eye和Sky Eye 我用到的眼影是Natasha Denona的Retro 这里面有不少的双转粉 正好可以看一下这种天然阳王刷 对双转粉的操控能力 第一步我们铺色呢 在Pro Eye这边用到的是Worker Pro 也是Worker系列 既然它都是Worker 那用它来铺色吧 你会看到这个Worker Pro 会比甚至最小的Worker 3 都还要更细 更小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会 更贴合所谓的就是 眉眼间距比较小啊等等的眼型 然后你看它上这个双转粉 取粉能力 部分能力都相当的好 不是很多人都说Retro的双转粉 不好取嘛 可是你看这个羊毛刷 力显了效果 同样我会用它去给下眼姐铺色 反正顶部比较的适合 是那种尖尖的顶部 在Sky Eye这边我用到的是 Classic Crease这一把去铺色 我知道它不应该是真正的铺色 而是一个眼窝刷 但是一般我们亚洲女生没有眼窝 其实很多时候Cris的这种刷子 都可以拿来做一个 铺色晕染的动作 火苗形嘛 所以我们这边用它来 我觉得用这种火苗形的刷子 就是外国人会拿来做眼窝晕染的刷子 打底的一个比较明显的bug 就是你会 特别是我眼头的这个地方 我把刷子往前面移的时候 它会带的比较多 所以其实我并不想要说 这个打底色这么的突出 而是像这边眼睛一样 就稍微空一点 然后重点在后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拿捏的 特别是越大的火苗刷越有这个问题 一样是用它去扫一下这个 像眼镜 反正羊毛刷搞这种双转粉上色 是真的挺好的 然后你打完底之后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打底色 跟你就是到美股这个区域 还有点大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又会回到 我这个Detail Pro 万斤油 因为这把刷子 它头头上没那么尖 比起正常的火苗刷 它就大很多 fluffy很多呢 你看我把它扫到这个眼头这边了 颜色都还是很浅 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色块 所以这个刷子简直就是一个橡皮擦 除了worker一和二是我每日必用呢 这把也算是我的每日必用 真的就是一个橡皮擦的存在 下部我们来加深 在Pro Eye Set这个红细感系列 首先就会用到我刚提到的这个Pencil Pro 比刚刚的Pencil 2还要小 一个尖锥型窝窝头 来给眼尾和眼头来上那个深色 你看它上的这个形状是不是特别的精准 但是我想要原地晕它呢就会受限 特别是你看这个外边缘 外面这个V的这一笔 就会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我会立马转到这个Pro Set里面 还有一把叫做Crispro 也是这种火苗型来晕晕这个颜色 这个加深色也是Retro里面的双转粉 这个Rebellion之前我朋友在用这个色 取不了粉显不了色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左边这边的加深色 会用到栏杆Sky Eye里面 我最爱的一把刷子叫做Mini Booster 这是一把超小的就是火苗晕染刷 它呢就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很精准的铺下你的这个outer V 就是这个外三角区的这个形状 一个呢它就拥有这个比较好的晕染功力 所以我觉得它一把可以顶两把 现在开始晕染 你看是不是这把刷子很快就是完成了两个步骤 有铺色加上这个晕染出眼尾的这个效果 你看 如果你觉得这个形状还有点明显 你就是继续晕染 这把刷子真的就是把两个步骤结合在一起 然后一般画完眼尾呢 同样像上一次我们遇到的问题 比如说你会觉得 哦外V跟外面的这个边缘太过于明显 就是你自己已经尽全力刷了 然后是这样的情况下 肯定又回到一个比较大的晕染刷 在我们那个pro eye这边给到一个叫做blender pro 就是顾名思义blender就是晕染 所以我们把这边的整个色块都再继续来加工晕一晕 从内到外使之更完美吧 这个blender pro呢也是一个火苗形的刷子 哎 觉得这种刷型就是有点重复有点鸡肋 能有一个这个detail pro 这个大的fluffy火苗形就够了 没必要买这么多这种小的火苗形 它就算叫blender pro又能怎么样呢 我也有worker啊 灵魂吐槽 栏杆这边呢我们就用到jumbo blender 也是这个blender的名号 然后叫做jumbo 它真的很大颗 超大 就是比worker一和二的还要大的 这一把算是我最不喜欢的一把就是刷子吧 就是从sonia g的这个sky里面 或者说整个比较下来 我觉得这把非常的不是实用型的 就是很无语 不知道要干嘛这把刷子 就是因为它毛太紧了 还不如买一把它的这个detail pro 刚刚我们用来做外边缘的 最外边缘的橡皮擦的那一把好用 太紧了 有点扎我的皮肤 然后我们来上亮片吧 就用这种就是所谓的builder 那么在我们pro eye红吸杆这边有一个builder pro 一样的 取多少粉全上到眼睛上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这就是天然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部分 这种builder它的这一把builder呢 我觉得也是不错 不过我也不是很get这把的真正的意图 也许拿它来做眼尾的铺色更好吗 然后在左眼睛的这个栏杆 sky eye这边有一个叫做soft shader 它就不算是builder系列 而且我觉得从这个命名跟这个刷型来看 它也比较像是眼尾铺色的 但是既然是shader 我们也可以shade上我们的亮色 就勉强用它来用吧 因为南干这边的确没有其他上亮片的刷子了 哦我误了 就是这个soft shader 它本身就比刚刚的builder pro厚实很多 所以你看它这个上亮片的效果 intense很多吧 所以我觉得这把刷子 可能拿去做眼尾加深挺不错的 因为它毕竟有这么厚的毛深 它就会有一定的移动力跟晕染度 哎呀我看到这儿的话 我现在是非常的想要拿 这两把刚刚上亮片的刷子 去直接再上一下我们眼尾的深色好了 反正我们刚刚这个深色也晕染的有点太开了 再加强一下 就右边sky eye回到builder pro 看一下它眼尾铺色的这个功效如何 可以看一下它本身 有没有那种又可以铺下这个out v 然后又可以把这个out v给blend的非常自然的功效 我觉得应该是有 因为它这个毛深比较的长了 越长的话就越有灵动性了 仿佛解锁了这把刷子真正的用途 眼尾铺色加晕染 这边呢一样还用这个soft shader来眼尾加深 再加强一下 然后看它的晕染度 晕是绝对晕得开的 这个刷子真的不错 这两把所谓的builder pro跟这个soft shader真的更适合眼尾做加深 最后呢咱们来画眼线吧 其实在那个sky eye红细干这边是没有任何一个像是眼线的刷子 smudge那种都没有 所以我可能只能就是用栏杆画两边了 栏杆这边就是这个flat definer 我也非常喜欢 我们先拿它来画一下眼线 沾取又是一个双转粉 在这个retro里面 跟我们刚刚的smudge也是有一些类似 还有包括这个builder 1 只要这个管口上面 它是这种非常细窄而尖的存在 一般拉眼线就没啥问题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用flat definer来画眼线 下眼截呢我们来铺点色吧 然后在pro eye这边我们用这个pencil pro 我刚刚不是有说它形状特小 你看这个pencil pro它就是又小又尖 尖椎更明显因为它更小 所以它就很适合下眼截的这个地方 很精准啊 不逊色于smudge 2 左边眼睛sky eye这边就回到flat definer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来横扫下眼简 除了画眼线之外 这个flat definer可以完美的替代smudge 2 而且我喜欢它多过smudge 2的原因是 它的毛发更长所以它更有晕染度 然后它的管口就不会一直去戳你的眼皮 因为它的毛更远一些嘛就更长一些 smudge 2很容易就戳到你的眼皮了 因为那个管口特别近离你那个离的 是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我的卧蚕还需要点颜色 所以我又用pencil pro去沾刚刚的眼中亮色 直接点缀 你看这个pencil pro是不是非常的精准 比刚刚pencil 2的那个形状 那个大小吧 好多了 好用多了 这边还是用flat definer去扫 好啦这样子我们两边各五把刷子 两套刷子左右两边眼睛都用完了展示完了 我去加上睫毛膏 画一个全妆 然后我们来做今天测评的最后总结 包括我觉得可能这边的这个深色 刚刚用这边这个soft shader 色快更大 我也把它晕得再开一点再自然一点 好等下见哦 好的我画完全妆回来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最后效果 反正有点厌哈 然后我们现在就赶紧来总结一下 首先先说一下这两套刷子本身的一个总结 在这个栏杆sky eye这边呢 我自己喜欢的是这三把刷子 从这个我一开始最喜欢的mini booster 去画我的眼尾 然后加深并晕染 再到今天突然发现这个soft shader 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做得不错 以及这个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flat definer 画眼线 这三把我很喜欢 可是栏杆的其他两把 jumbo blender跟这个classic crease 就是属于那种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其实有了detail pro这样子一个火苗 大刷子就可以做到这俩可以做的任何东西 所以sky eye里面有三把我比较喜欢 然后pro eye set里面呢 我觉得我只有两把是比较喜欢的 一个是这个pencil pro 是pencil 2的小版 所以你看到它可以做非常精准的 就是那个小内眼角小外眼角的那个 就是就铺色跟那个形状嘛 一个窝窝头形状 这个大小呢可以去很好的去横扫下眼前 然后这个卧蚕等等都可以做到 然后同样的也是今天发现我们这个pro eye里面有一把 这个可以给眼尾加深并且晕染 叫做builder pro 这一把还真的挺有意思 就是它跟着builder123来比的话 它是真的那种可以又build 然后又真的达到最后的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你可以画出到v 然后又把它晕得不错 你们都看到了在我的眼睛上 这两把是我在pro eye里面比较喜欢的 pro eye里面其他的三把都是让我觉得太鸡肋了 就是有一个blend 这个做worker pro 那肯定没有123好用的 对吧 你拿这个干嘛呢 然后其他两个又是这种火苗型的什么blender pro crease pro 我觉得就是我们又没有crease 所以不能真的拿它去做一个crease brush的一个工作本身 那最多拿它来做阴染 那有了这把detail pro 我要它干啥呢 所以我在这个pro eye set里面只喜欢两把 然后在这个sky eye set里面只喜欢三把 这样子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推荐你们去把整套都购入 因为sonia也会把这些刷子单卖 所以就很方便了 你就真的不需要整套去入 那么讲完了两套本身 我们要回到说跟我们刚刚的这些基础线粗干 整个拉通来对比的话 那我给到大家一个方案吧 就是购买方案 就是我给大家挑选几个 我认为就是就去买的一个感觉 首先worker里面就买worker1或者worker2 反正他俩的刷型一样 一个是染色一个未染色 你看你自己的需求跟爱好 他们俩真的就是完全什么都能做 我有时候经常拿这两把刷子 直接一个眼妆画到底的那种 接着呢是这种眼尾加深的一个感觉的刷子 那么很简单 就是一把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mini booster 那今天还发现了栏杆里面的Soft Shader 跟红杆里面的这个Builder Pro 也都可以做到眼尾到V的这个铺色跟暈染 所以这三把呢就是可以任选其一 去做一个加深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然后第三种就是一个细节刷 今天细节刷你们看到了 我们有三个比较喜欢的 从这个Smoder 2到这个Pencil Pro 再到我们这个Flat Definer Pencil Pro真的很好用 它可以把你的眼尾眼头的那个 窝窝头的那个加深形状画出来 然后Smoder 2跟Flat Definer就比较类似 它们都是这种顶部你可以拉眼线 然后可以拿它去画你的这个横扫下眼剪 然后你也可以稍微的拿它去做这种 就是这种晕染你的眼线的一个工作 而且我自己会更喜欢Flat Definer 因为它的毛更长一些 就更有晕染力 就更灵动是这样子 还有两把呢就是我觉得你有预算就买 因为很有意思 如果没有预算就算了 这个Builder 1 刚刚你们看到了拨亮片 然后拨开结块的这种Shade非常厉害 而且它沾取亮片 直接整个都按压在你的眼睛上 很棒的 然后这个Detail Pro就是做一个橡皮擦的工作 然后万斤油到处都能用 这样子是我对Sony IG眼部刷的一个总结 跟我的就是呕心力学 花了这么多钱出来的一个想法吧 那么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还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就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对于它的刷子等等等等 以及也不要忘记为我一键三连哦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更不要忘记关注我 这对我的帮助会非常大的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里面再见 希望你度过一个愉快的白天或者晚上 拜拜